口令一下 動作整齊化一 全副武裝的瑞士衛隊 正為六號的宣誓就職做準備 瑞士衛隊是一支歷史悠久的教宗護衛隊 主要任務為保護教宗 只有在聖誕節 復活節和宣誓就職時 才會穿上這套傳統制服 新兵們在軍械庫裡互相幫忙穿上裝備 從頭盔 護甲 火槍 到箭 全部穿好 就要花費大約一個半小時 在宣誓就職前 這群新兵 先在瑞士接受一個月的培訓 隨後再到梵蒂岡進行另一次培訓 才有資格肩負保衛教宗的任務 五月六號宣誓有特殊異議 因為一五二七年的五月六號 當時瑞士衛隊在羅馬浩劫中 為了保護教宗克萊夢七世成功脫困 幾乎全數陣亡只有四十二人生還 此後瑞士衛隊一直擔任教宗貼身護衛 就算瑞士聯邦禁止國民加入外國軍隊 或擔任佣兵 瑞士衛隊卻是唯一例外 對於能夠擔任至少二十六個月的教宗衛隊 新兵們都感到自豪與興奮 加上這個月六號宣誓就職的二十三位新兵 目前服役的瑞士衛隊增加到一百二十五人 但要想加入 除了必須是信奉天主教的未婚瑞士男性 年紀還得在十九到三十歲之間 身高至少一百七十四公分 並接受瑞士陸軍的嚴格訓練 瑞士衛隊不但訓練精良 忠心耿耿 甚至多才多藝 由於貼身保護教宗 因此和教宗的互動 甚至比很多教會高層官員都還要密切 公視新聞這位人編譯